然後我今天談的主題其實是在談我 為什麼我之前的分享跟現在的分享會比較大不同 是因為我接下來從年初的時候到現在半年的時間 我在大陸重新的再去做一個新的一個公司 然後把我的這邊的這個觸角延伸到這個北京和深圳 然後所以我這邊跟大家share一下 OK 首先第一個是我之前有再講過一次 這個是他這個所有的一個slogan 就是說年輕人不只要聽這個60歲的成功人所演講 要偏看大自己三四歲可能我大各位再多一些些而已 但是但是也還好差不多看起來差不多 所以所以因為那個東西真實 因為太多那個上個世代十幾年前二十年 他們的他們有他們的成長背景 他們有他們的觀念 可是比你大三四歲的三五歲的人 他們可能走的路跟他現在面對的問題 是你最最迫切會遇到的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時候我有講講過這樣的一個想法 然後我先簡單介紹一下我的背景和我的公司 然後這邊很快 因為我是裡面應該是準備最多slide 然後我會很快的過 那我是1981年也算是80後 啊七年級生這樣子 然後我是畢業於台北工專 也就是現在北科大 然後台科大資管 然後畢業以後就直接進洪海那邊當這個研發工程師 然後派到大陸當了三年的台幹以後 後來有中間有做過很多的專案 然後寫過很多程式 拿過一些美國發力專利 然後後來我就這個2009年的時候正式創辦了我這家 IQ Valley Incorporation 那家公司 然後後來很有興趣的 2011年的時候獲得這個商桌 經理人雜誌頒布的這個百大經理人的一個獎項 然後現在也擔了一個NPO這個博亞的這個委員這樣子 好 然後我要講的這個今天講的故事是回到七月的時候 七月的時候 那時候我在上海的時候遇到一個創業影院的一個主辦人 然後我跟他聊了一下 他在辦一些那種類似這種小的沙龍 但是會有一些創業家上去講他新的一些business model idea 我想說那這個東西的話 大陸非常多每個城市 大概每周就有20場這種的聚會 然後討論大家所有要創業主題 你要文創也好 你要IT 你要生技 什麼都有 然後我就想說這個東西很棒 那台灣人可不可以參加 他說沒有台灣人來參加過 然後我就說好 那我們要不要跳出這個小框框裡面 然後我們就才幾句話 我就跟他說 如果我把台灣的團隊帶到你們這邊來 你們接不接受 他們就說OK 對 那這個是我在他們的其中一個picture場地 這是一個鋼鐵人 全部都是用那個3D printer打印出來的 對 然後這個場地裡面每天 幾乎都會有各種的這樣的小型的聚會在那邊舉辦 大家全部都在談論自己的夢想 台灣人自己公司要做得多酷多大 在那邊找合夥人 然後各種的一個東西 然後這公告欄這邊有各種的設備 你可以借 你要借printer 你要借任何的手機 然後旁邊這邊是招品欄 全部都貼成真什麼成真什麼 我要找技術長 我要找行銷長 我要找什麼 我覺得那個風氣很酷 那就是創業者天堂 然後我就才用一個月的時間 然後我那時候在台灣 我在我Facebook發了一些通告 然後就有一些關注的朋友 他們就有八家創業公司 總共有十幾家報名 最後八家公司 他們就自費 自費花了錢以後飛北京去做這個road show的pitch 然後但是就有點就是肉很少 然後野獸很多的感覺 就有45家的創投的機構 然後VC跟Angel到現場 就是跟台灣大概是反過 台灣大概有45家創業 然後就只有八家VC 然後八家VC還是 今天早上叫我來參加 我就來這樣子 對 所以 所以 欸 又跳回來了 對 然後他們就是有一點 就是很 那種 你知道嗎 就是看到一堆肉在這邊 很想要去 很想要去這個 看一下台灣的創業公司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有150個參賽者 然後為期一週的參訪 其實這個東西我在決定的時候 大概就只有一兩週裡 我就把所有人call一call 到家機票買一買 然後大家過來酒店就自己訂一訂 欸 酒店是那個旅館啊 就是旅館啊 然後我們就 所有 我就帶著他們 我把那一週所有 北京會友的各個活動 把它串成一個形勢力 我告訴他說 第一天你們參加完比賽以後 你們第二天可以參訪哪些 第三天有什麼大活動 第四天有什麼 所以所有的行程 全部都是鬆散型組織 然後隨意的freestyle的去參加 然後我們又參加了 非常非常多的活動 這些裡面還包含有些 都已經做都已經創業很多年了 還有一些媒體啊都有 好 然後現場這道德的情況 對 非常多人 然後擠的水線不通 然後現場溫度超高 比這邊高好多 對 就是大概三十幾度 然後大家還是全部坐在那邊聽 所有台灣的創業公司 就是思考這寶島台灣 到底創業者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全部都是真的是freestyle 我們去參加了很多東西 創新工廠啊 然後他們的大會 然後還有這個新浪維 博 中關村 所有地方我都帶著他們去參加 這個東西跟我有什麼關係啊 就是 對一個我 就是所有的東西 現在我在做的東西 其實跟我本身自己的本業 可能有一點點相關 他們掛著這個活動型 就是跟這個創業影院合作的東西 但是對我來講 我只是希望就是 更多的台灣的創業者 他們有機會看到 我所看到的那些地方 就是譬如說 我在那邊獲得一些資源 我再獲得一些衝擊 我很希望台灣創業者 有那個機會去感受到 那個更大的市場 更大的一個發展機會 好 那這是別人看台灣 我第一個我就放出這個 而台灣 台灣媽媽覺得我們住在這個地方 我有覺得我們住在有很多美女 這是大陸人到他們覺得 哇 台灣有很多影視歌姓 每次都問我說 欸 你有沒有見過張惠妹 你有沒有見過周杰倫 我說她應該不搭地鐵 然後 這個 我們住的地方絕不是吃的 然後我也有人覺得 我們就是身材一堆硬體 然後那個我們覺得是這樣子 實際上我們住在是一個 非常 就是非常言論自由的地方 而創業者呢 他們會覺得什麼 就是創業者 我們會自己覺得說 我們可以變成這個 這個Facebook創辦 然後別人都會覺得我們就過很爽 然後每天很開心 然後到處走來走去 別人也賺 社會當中以為你賺得很多 投身以為你可以運籌為我 坐著這樣 然後沒事 然後給你錢 你就全部就是指派好就可以做事 然後我自己以為 我在解決一個全世界最囤難的問題 其實我只是在一直巴著別人 用啊 拜託 用一下 用一下我們的產品 趕快用一下 就是這樣子 從一開始的三年四年 是這樣做起來 兩個人炒創的時候 我們就是在清大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就有一個小的一個share office 然後放了三個時鐘 對 然後分別是這個歐洲美中 只看中間的這個台灣時間 然後這是我們的這個樣子 然後2010年我們 09年一半完的時候 10年因為我之前在那邊工作 所以我就獨自拉著一個包包 然後到那邊找房子 然後就找一個房子住了 然後說剛搬進去的 就這樣就找了一間房子租著 然後就說我要把這個東西當作 做我的車廚創業 找了兩個大陸的一個同事 跟我三個人在裡面開發城市 然後這就是我們那時候的情況 對 第一天什麼都沒有 就買一些衛生紙 然後後來2010年完了以後 2011年這個東西上線了以後 就原本我們其實在09、00、00 Fail掉一個產品 但是後來我們差點 就是基本上都已經錢 大概稍差不多 準備可能要去貸款或借錢 然後後來還是繼續咬著牙 再投把我們當初 我的創辦人Bang 跟我的這個幾百萬的錢 再投出去這樣子 那那時候工作創業的時候 所有的錢就是花當初工作的錢 我也沒有跟家人去借任何的錢 就想說 這個東西要自己去承擔 因為花每一分每一毛的時候 你都會很痛 然後後來我們就很幸運 在11年的時候獲得Ideashow的獎 然後後來我們就順勢去大陸 去參加他的Demotion 然後也得了這個獎 然後2012年才拿 因為其實就是因為有參加這個獎 然後被他們的人看到 因為我們在台灣比賽其實沒有人看 然後他們的比賽的話是很大 因為就是兩千多家公司去比 然後也唯一有台灣人去獲得 然後他們就覺得很訝異 就說台灣其實也有這個網路創業 這種這種東西這樣子 對 然後也獲得了比較高 就是其實台灣的也沒有報啦 反而就是我們在那邊得獎 可能我們會有投資的時候 這個是新加坡的 然後這是日本的網站都有報到這樣子 對 好 然後我們跟Apple在談合作 把我們東西放上去 然後現在團隊也都蠻多人的 我們團隊都沒有辦法到齊過 因為我們都是跑來跑去 所以這都是用很像合成 因為合成就是找Facebook的人 合成 我們的那個設計師 把人全部合在一起 現在兩樣團隊快四十幾個人 然後 對 然後這也找不到好的 就找個喜致 然後再吃飯就直接拍了一下 這是北京的團隊 欸 合照的時候我還在旁邊 還在忙 就是我們有辦很多活 然後我們也有出現一些APP 然後這些看一下就好 我們最近在新冊 如果假如有WeChat的話可以玩一下 最新北京現在在流行的 就是WeChat的公眾號 然後你只要一follow了以後 你就可以講話 或者是搜尋字 就會把我們線上的活動 全部都直接彈出來 然後可以直接報名進場 台灣有 對 現在沒有 現在台灣可以用 在微信的時候就可以用 然後這還在封扯階段 可能十月才會公布這樣 但是現在可以關注來玩一下 對 然後因為LINE不開放 所以台灣人就沒有辦法用那個這個 但是這個關注活動型號 然後就可以講話 就比如說 欸 創業 講一個 收一個TED 然後他就會給你 然後就可以彈出活動主板 對 然後再用電子票進場 這是我們之前合作的一些東西 對 那這些都是我們的 國內知名合作夥伴 和大陸的知名合作夥伴 焦點也有啦 對 焦點也有 好 好 兩岸的創業家到底有什麼差別 我在那邊的時候進行的活動 我直接第一個Speech 他們前我講的一切時間 就是講說 到底兩岸的創業的差別在哪 我跟他說 其實創業家有很多的相同的地方 我先講相同的地方 就是很多理想 很多夢想 夢想這東西在焦點的詞 也是最高的 大家都喜歡追求夢想 創業家的話是 跟一般人不太一樣 是大家有很多的幻想 我認為那幻想 缺乏一些理想 然後放棄的夢想 但是創業家通常是有的 再來善用資源 創業者是在受限的這個條件下 以有限的資源追求無限的可能 所以我們一直在用很堅硬的方式 就是苦帶勒緊的在做所有的事情 創業家還有什麼特點呢 挑戰將來的未知 大多數人有創業能力跟條件 其實你們在做很多人都會有 而且很多人會想 但是其實因為創業有很多的未知數 很多的困難 而人往往會害怕未知 而沒辦法踏出這一步 其實創業者反而是向前踏了一步 然後再來就是創業家還有什麼特質呢 就是兩岸創業家的話 他說發現問題 就是並發現 我不只是發現 然後一直戳一直戳 好 我戳一下拴一下這樣子 NO 我們要改變的是問題 就是把這問題把它fix過來 所以對現狀不滿的人 非常適合創業 但不能一直的去complain的事情 應該是我們要去改變 才有機會去成功 創業者是天天都在學習做改變的事情 而且還有要堅定的信念 就是大部分都是依靠信念來克服的 信念才是這個 我們創業家最重要的一個補給品 還能感染旁人的一個催化劑 好 但是有什麼差別呢 台灣跟大陸的差別最大 就是我們非常的重硬 重硬輕 哎呀 這個打錯字 輕軟 重硬輕軟 然後因為我們電材 一直是我們的國家 整個福島的方針 所以我們的硬體的部分 硬體的部分非常強 但是軟體的部分 文化的部分 還有一些娛樂的部分 還非 只要是看不見的這種 有型產品 我們其實都已經相對比較邊緣化 但這也是好處啦 反正爹不疼娘不愛 就是比較自然茁壯 然後比較自然茁壯起來 而且市場規模確實是小了一些 對於我們的話 我們雖然說 好 你說比你美歐的國家 那些什麼四五百萬的國家 人口多很多 但是消費力不見得有人在搶 但問題如果在大陸的話 可能一個城市的人口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做一樣的東西 你是很容易去 Access到很多 Approach到很多的這個市場 再來就是資金的部分 我們自己創業 從我創業的時候 是跟我一起創業的二十幾家公司 我們一起關在清大育成的 只剩我們的啦 就是所有 大概一年所有的新創公司 基本上要倒掉 大概就是八成以上 就是一半到八成以上 然後再撐兩年三年 一直到我們三年 我們現在邁入第四年了嘛 基本上就是剩下百分之五不到 而且這百分之五不到的 接下來在這三年 可能還都會繼續的關起來 所以其實很需要這個資金的補給 但是實際上台灣資金的補給是很弱的 它補的還是補一些它看得到的東西 可能是在一些新創的部分的話 這個VC跟ANJON不太去關注 而且外來的資金 比如說美國的啊 日本的啊 它會很不想要到這個投這個台灣 原因是因為它可能成立的國外基金是 美元基金 人民幣基金 歐元基金 但是就不會有一個新台幣基金 所以你如果創業主題你想要做很大 但是你又說你的市場是放在台灣 然後你想要拿台灣這個拿新台幣投資 那是不可能 他們不會去投台灣的部分 所以這才為什麼要變成外商的原因 好 然後差異點還有生態圈 就是面臨國外的一些 其實我們會有一些很多的國外的一些服務 像你們現在用的E-mail 你們用的搜尋引擎 你們用所有東西 對 你用的那個看YouTube 全部都是國外的東西 對 就是那個 全部都是國外的東西 但是在大陸的時候 因為它有一些限制 所以它會保障一些幼稚的產業 所以到他們有一些本土化的 自己的IM也好 E-mail也好 還有他們自己的遊戲啊什麼東西 都本土化的東西比較好 然後我們其實我們這個競爭比較強的話 其實這更應該去加強開放 更應該去跟國際接軌 去學習國外的一些東西 再來我們就是 其實台灣的話是不缺好人才 可是很多的好人才 進入了大公司大企業 就譬如說 我以前如果假設 我想要拿賺比較多的薪酬 有可能要去滑溯 可能要去這個鴻海 或者是Microsoft才有辦法 但是如果你去一下新章公司 不好意思可能 薪水你可能領三個月 你都領不到了 那你要不要繼續 你要不要繼續投入 如果你是一個好人才的話 所以人才是比較吃虧的 然後再來競爭的這個 強度跟速度有差 其實台灣的步調是很慢的 就是以前我會覺得台灣好好 台北好嗎好嗎 那可能是跟南部比 但如果你去北京或是其他地方 你會覺得台北又好慢好慢好慢 所以他們的速度跟那種敏銳度是很快的 然後時間比較快 那我就講說他們的速度快 他們的抄襲跟學習都非常快 你看我們在這個網站 就是我們才剛上線 就是才上一個禮拜 所有的文案內容 只要是活動型 全部被他改過來 然後就直接上上去 LOGO 就是我們的競爭對手 在那邊的話是直接改的 然後我們就抗議 但是抗議無效 因為比賽就是這樣子 創業也是一樣 好像跑步 就是你做什麼他就做什麼 你永遠沒辦法去阻擋你的追逐者跟競爭者 去怎麼樣去仿仿你 我們有我們的優勢 我們的誠信 是比他們還強的 我們的創意 台灣有具有非常多的創意跟文化衝擊 其實我們激盪出很多東西 這都是我們的利基點 我們的很勤勞 你看我們除了日本以外 我們應該是全球公尺最長的 第二個國家 所以我們工作時間這麼長 為什麼拿那麼少錢 一定是方法不對 一定是這個環境不對 一定是要去找出一些 為什麼造成這個東西的一些根本原因 然後我們的服務 其實台灣的服務已經占這個GDP超過七成 在許多服務觀念的意識上 是有的 流程經驗都非常多了 而且我們的普通話很好啊 對啊 我們講的至少比香港人標準 對 香港人都可以在那邊打 那個 對 我們一定可以 對 贏香港了嘛 對 對 好 最後我就跟他 時間也已經到了 所以我最後的時間 我就跟他分享一些數據 然後這些數據就是 還有一些我自己的心理 一些想法 首先第一個 這是2013年的Q1的時候 這個全球的網速的排名 因為我是關注是 Internet的部分的一些產業 然後第一名的話是韓國嘛 全球網速第一名 我韓國 因為殘聯了 再來是日本 香港 然後再來是 Sweden 然後都是 然後再來就是 對美國 我們在哪呢 我們前十名沒有 我們在第四十七年 前面還有 我們的前面還有泰國 還有紐西蘭 還有新加坡 這些都在我們前面 所以其實我們基礎建設是很弱的 就是在國際經驗 科技之島 它是停留在硬體的部分 但是軟性的部分 跟網路部分 是通訊 其實我們是非常弱 所以我們在北京的時候 發展的時候 其實我們 我們面臨到的是比較多的歧視 他們會覺得台灣公司 很弱 你們沒有很大的公司 你們這個無名都關了嘛 對不對 都不行了嘛 你們愛情公寓也回去啦 現在都拍偶像劇啦 就沒有一個東西能說嘴 所以我們在那邊 非常的人膽力的 對 然後 你看我們從1981年 我出生的那一年 一直到2010年 台灣的服務業占比 是不斷的升高的 這是製造業 服務業一直升高 一直攀升班 然後到現在有一些船 就是占的這個比值 其實已經到六成 甚至到 經濟國家有些都到八成九成這樣子 可是我們的服務業的人口 一直在增加 但是服務業的這個 人數也一直增加 為什麼產值 是沒有辦法發揮 也就是說 我越來越多人投身服務業 但是服務業本身 總體的這個 這個產出的 這個所佔GDP是少的 代表每個人的這個 所產出的這個 這個價值 越來越 平均起來越來越低了 那你可以看到一些 對外的貿易 商品的部分 你看我們出口的這個貿易 以前都是 我們都靠出口的 商品的時候 我們都很強 就是對 但是亞洲四小龍 還是排在最後 對這是出口的部分 進口的部分是怎樣 出口的部分 你看 其實我們去年是排第十七 然後這個進口是 是把 但是都是落後於新加坡這一塊 然後這個是 其他 這個有關於 這個數據 大家可以查得到 就是東南亞國家裡面 泰國 馬來西亞 印尼 其實他們的名次 都一直在 一直在盤身 但是我們現在炒得很熱的 服貿協議 其實服貿協議 我們現在是排了二十七 遠不如於商品這一塊的 然後你看 就是 都還輸給 就是一些東南亞 落後一些 泰國 香港 這些國家 所以 其實 其實我們也更需要去加強 那 我講這些數字 不是要 就是讓大家很悲觀 因為 那天我們 那個朋友問說 台灣現在這個 這個情況是很不好 其實我覺得我應該更樂觀 因為反正從一分到零分也差一分而已 我們如果在谷底的話 永遠有希望 所以 所以我覺得 大家現在應該如果 運用理性的思考 建立商業模式 運用陶野 這個 運用感性 我們陶野性 關懷風土人文 其實我們 把這兩者的巧妙結合的話 其實是台灣人的一個 接下來下個時代 可能五年十年以後 很大的一個優勢 然後我們在 我們在做事的時候 我們要學會 這個找方法 而非找藉口 我們要學會看原因 而非看問題 我們要學會動腦筋 而非動嘴角 然後這些東西 也是我希望再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們覺得 就是自己是 未來有一個期許的話 就一樣是 這個 我自己很喜歡這些話 因為 如果你只看到眼前的利益 就好像把鈔票貼在眼睛 那你就什麼都會看不見 所以這些東西 希望 就是大家 我又來這個 很喜歡放這個 對不對 就是 好 然後 這個公商服就算 然後 因為時間也超過 然後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也歡迎 就是 加 這個 這個折行了 對 沒關係 就一樣 中間 發 Email到我身邊 或是AboutMe裡面 中間 這邊可以跟我聯繫 好 謝謝各位 會兒 請問他 請問他 我們會不會有任何的問題 在那邊 請問他